你该纳入膳食中的三款燃汁汤品。 这些燃汁汤是由新鲜蔬菜所制成的,并以其快速减重的功效而闻名。 据说你若是一整个星期都只喝这些汤,你可以一个星期减个几公斤。 然而,我们并不建议你进行超过一个星期,因为你可能会因为缺乏营养而出现严重的问题。 我们建议将它们添加到你既有的日常膳食中,作为比较不激烈也比较健康的选择。 来看看这些燃汁汤,并让它们成为你膳食中的一部分吧。 1. 蔬菜燃汁汤 我们的第一道燃汁汤包括了因其抗氧化剂和丰富营养而闻名的蔬菜。 我们尤其建议你再觉得自己快要感冒,想要吃点比较营养的东西来保持健康时饮用。 3. 材料 材料 去皮的番茄 6颗 洋葱 大 6颗 红甜椒 2颗 西洋芹 1把 白菜 中等大小 1个 盐和胡椒粉 调味用 做法 把所有的蔬菜切成块 将它们放入装了水的锅子里煮30分钟。 最后,加入盐和胡椒调味。 请享用 2. 南瓜 花椰菜 椰奶燃汁汤 归功于美味的椰奶,我们推荐的第二款燃汁走特殊的白汤风格。 而其中所搭配的蔬菜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水分。 如果你想要美味的菜肴来帮你达到显重目标,那么这会是个完美的选择。 最后,篩一下, 1. 蔬菜 1. 蚌花椰菜 1. 蚌紅 1. 盐和胡椒粉 2. 盐和胡椒粉 2. 调味有 1. 玄髓 1. 酱 十 1. 淀1. 刺醉 红葱头,窃碎,四分之一杯,五十五克,蒜头,二瓣 椰奶,一罐,南瓜泥,两杯,四百二十克 浓作蔬菜高汤,水,一杯,二百五十毫升 做法,将烤箱预热至摄氏二百度 加一汤匙橄榄油在花椰菜上,加上盐,胡椒和一半的圆碎放在烘焙纸上 让花椰菜烤个三十至三十五分钟,中途稍事搅拌,烤至金黄色 在一个大锅中,用中大火热油 加入红葱头,胡萝卜和其他的香菜 煮三到五分钟或直到质地变软,不时搅拌 加入蒜头,再煮一分钟,直到成金黄色 加入椰奶并加热,直到开始沸腾 转小火再继续煮五分钟 加入南瓜泥,蔬菜汤和水 继续以小火烹调,添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当花椰菜烤好后,将汤倒入上菜用的碗中,并在每个碗中心放入花椰菜 上面再撒上圆随作为提色 请享用 三,胡萝卜,南瓜和姜染汁汤 我们经常告诉你姜对你有多好,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将它融入你的膳食中 但别错过我们的第三道燃汁汤食谱,这会提供你又一个大好煮一窝 你会发现它既美味又容易制作,而且食材超级便宜的 配料 南瓜,中等大小 二分之一颗 橄榄油 二汤食,三十二克 洋葱,切碎 一颗 大蒜,鸭碎 三拌,火依个人口味调整 水 一公升 胡萝卜,去皮切碎 三 四分之一杯 四百四十克 生姜,去皮切薄片 一块 盐 胡椒粉和肉桂粉 调味 用 鸡肉桂,将烤箱预热至摄氏175度,将已经去子并切块的南瓜放在已经上过油的烤盘上 烤三十到四十分钟或直到质地变软 一旦冷却,用大勺子将南瓜去皮 用中火将橄榄油在大锅中加热 加入切碎的洋葱和大蒜,经常搅拌,煮到洋葱变透明 加入水,南瓜,胡萝卜和姜 煮二十分钟或直到胡萝卜和姜变软 如果你想要更浓稠的汤,可以使用手持式搅拌器搅打 如果你喜欢稍微近一点,请加入一些开水 最后,用盐,胡椒和肉桂调味 正如你所见,有一些燃脂汤品的食谱很容易制作,而且也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 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你的健康来说成效惊人 记住,如果你要进行燃脂汤节食法,不要超过七天 在此之后,我们建议恢复均衡饮食 如果你想重复该节食法,请等个几个月 同样的,如果你决定将这些汤品加到你的日常饮食中 请不要停止食用其他类型的食物